北京当局火速拔下重新市委书记薄熙来党职 引起全球瞩目 连日来一直是海内外热烈讨论的话题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 除了新浪微博有一些评论外 各大网站全部关闭了相关的评论及跟帖 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 薄熙来突然被免职令外国媒体恶然 对薄进行了广泛万花统治的评价 同时有西方媒体感慨 这是中共政界最具戏剧化的事件 认为薄熙来政治生涯 因王力军的丑闻已终结 使得今秋中共权力更加复杂化 中国网民对博被免职一事的关注 更是超乎想象 网络像炸了锅 短短三个多钟头 有关消息的点击率已经达到280万次 各微博论坛的话题焦点 几乎都围绕着薄熙来一人绕 但是除了新浪微博有一些评论外 各大网站的评论及跟帖全部被关闭 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推特就 博被免职一事评论说 无论歇了还是挂了 都属于黑社会的自残 不意味着人民的日子会更好 更自由 哪怕是一点了 腾讯 新浪 搜狐 网易四大门户的微博网站 16号在北京 广州等地 实行新注册用户实名制 用户必须提交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等信息注册认证 没注册的用户将禁止发帖和转发 自从去年12月 北京颁布微博管理规定后 为抗议实名制和网络监管 一些知名博客相继离开新浪微博 虽然当局通过媒体力挺实名制 但来自各界的反对声音从没平息过 微博对当前社会上很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 那么中共当局想尽办法 要想办法把这个微博控制住 就是政府公布了一个信息 大家不同意 不同意在微博上揭露 中共当局把这个消息封锁了 那么大家就只能根据外边传说的一些内容 来进行评论 他就想各种办法来做限制 大家甚至于搞实名制要搞什么 总部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 近期发布年度报告 中共名列互联网之敌的榜单 新唐亚太电视李韵采访报道